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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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會開始進入到所謂組織論者的討論 談巫術科學與宗教的關係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 然後這裡的議題還會牽涉到 很多的學科 譬如說科學哲學 甚至現在很流行的STS 或者是所謂的行動者網絡分析 行動者網絡就是現在也很多學科在有 那今天因為討論的這個大的議題 其實涉及很多當代的 可能各個不同學科在討論的 所以今天的PPT 最後其實我放了一些當代科學哲學 或STS的討論 或者是對於行動者網絡的討論 那我大概就是到最後 還是會找一個時間讓你們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這一些書 然後這幾本書大概都是 我覺得是很好的入門書 所以就是建議你們 如果對於相關議題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進一步再看 好 那今天我們 我大概這一門課能夠做到 就是把人類學對於這個議題的相關的討論 做一些 我覺得還算有系統的介紹 那我今天要談的是三個人 一個是Melnowski 一個是Evesprecha 一個是Levy Blue Melnowski 跟Evesprecha 我們前面都有談過 有沒有人記得 Melnowski 就是做了那個 那個大洋洲新幾內亞的民族誌 去談Colarine 然後他有兩本民族誌 就是有厚厚的民族誌 叫南海鄉人 然後他對於 他南海鄉人裡頭 對Colarine的討論 後來被莫斯進一步去討論 作為禮物交換的一些民族誌的基礎 那是Melnowski 然後Evesprecha 我們之前有談論的 Lenor這一本書 他Lenor在談的是一套 所謂結構功能論 對於世系群的討論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Evesprecha 他另外一個民族誌 是談Azenda人的理性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今天最重要要談的是 Evesprecha 跟Levi-Buru 因為他們作為一個組織論者 他們關心的是人類理性的普通性 或者是獨特性 到我們下禮拜的Levi-Strauss 也是在關心這個問題 那今天要談的這兩個學者 Evesprecha 跟Levi-Buru 他們基本上認為 所謂primitive 他們的思考方式 有不同於西方的思考方式 可是他們並還是沒有否認 其實所有的人類都還是有一套普通的思考方式 所以今天要談的 其實EP 跟Levi-Buru 他們基本上認為人類的思考方式 每個文化有他的獨特性 可是所有人類的思考方式 還是有普通性 所以同時強調普通 獨特性跟普通性 那我們下禮拜要談的Levi-Strauss 他就是從一個比較深層的結構原則 叫做潛意識的結構原則去談 就是從那種人類心靈更底層的面向去談 所謂人類思考的普通性 可是EP Levi-Buru跟Levi-Strauss 我們都把他界定為所謂intellectualist 就是他們關心的是人類理性的問題 人類理性是不是有他的普通性 還是每個文化有他的獨特性 可是我今天一開始還是先從Meynosky開始 是因為Meynosky他其實 在人類學很早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在討論 巫術科學與宗教的議題 雖然他沒有被界定為是一個intellectualist 他沒有被界定為是一個主治論者 是因為他沒有真正的把所謂primitive 或者是西方人的思考方式 做一個比較有系統性的討論 可是他的有一些論點其實都還是 我覺得在當代的討論中 其實可以去反思 就是他譬如說對於巫術科學宗教的一些界定方式 我覺得對於當代的思考都還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就進入Meynosky他這一本書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那這一本書其實有三個部分 其實我昨天已經把這一本書 也上傳到我們CIPA 當作參考資料 你們有興趣可以再看 第一個部分就是在談 巫術科學與宗教的關係 那第二部分在談神話 第三部分在談論當地人的生殖觀念 那第三部分跟今天的討論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我比較聚焦在第一個部分 當時的人類學者 其實他們都是在跟西方人做對話 告訴西方人說primitive 並不是非理性的 所以Meynosky跟EP其實都在做這樣的工作 Meynosky那個時候在告訴西方人說 其實當地人雖然他們有巫術 可是他們還是有一套非常實證的理性的知識 所謂西方的科學知識 其實他們也有一套科學的知識 可是當實證的理性的科學的知識 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開始面對一些困難 然後沒有辦法處理的時候 就是在面對很多不確定的情境 實證的科學的知識有無力的時候 他們才會使用巫術 所以他當時在告訴西方人士 其實當地人同時有巫術科學跟宗教的知識 其實巫術並不代表他們就是比較 就是當時所有的人類學者都是在告訴西方人說 其實Primitive 並不是 從演化論的立場而言 他們並不是演化的早期階段 並不是比較低下的 反而他們的文化是非常豐富 這是人類學者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他當時 他這一篇文章 他就舉了當地人的原意知識 跟航海的知識來討論 他說其實他們完全知道你在什麼時候 要播種什麼東西 他們是懂得看天象 懂得看那個 就是可以去了解那個土壤的性質 然後什麼樣的土壤 什麼樣的時候要播種 然後在播種之後 你要怎麼樣去增加那個收穫 其實當地人完全有這一套實證的知識 可是因為原意活動還是要面對各種天象的變化 或者是蟲海的變化 他們只有在面對這一些不確定的情境的時候 才會去使用巫術 這是原意的情況 然後航海更是 你知道他們要做Colaring 要航行在各個島嶼之間 那個需要非常好的天象跟造船的知識 包括造船的時候 那一艘船其實要用不同的木頭 譬如說有一些木頭是比較具有彎曲力比較好的 或者是可以防滲水 他們知道用什麼樣的木頭來造船 然後在航行的時候他們要看天象 然後還有看海象 然後各種天文地理的知識 他說其實他們完全具有這一套科學的知識 就是天象 海象跟造舟的知識 可是因為航海過程 你還是要面對很多天氣的變化 很多不確定的情境 只有在這個時候 他們才會使用巫術 所以他用這個例子來告訴西方人說 其實不要用演化論的觀點來認為 說Primitive 是屬於演化的早期階段 是非理性的 他們完全有一套科學的實證的理性的知識 那接下來他其實討論宗教的部分 他認為其實他跟土耳幹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他基本上認為宗教的起源是來自於個人 土耳幹其實你們這兩天的文本 其實有開始念到土耳幹 土耳幹基本上認為宗教是集體的 就土耳幹有一套非常複雜的一個討論 就是他很晚期的一本書叫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他其實一開始就先談最早的宗教形式是圖騰制 可是圖騰之所以是神聖的 因為他是社會的表征 那他當然有一套非常複雜的論述在談說 圖騰是如何作為社會的表征 因為他作為社會的表征 所以他是神聖的 所以土耳幹從這裡就開始去談 其實宗教是集體的 那當然他最後其實要談的是一套 人類的認知的方式 他認為圖騰建構了一套當年的宇宙觀 因為所有萬事萬物都會跟那個圖騰 因為那個萬事萬物跟圖騰的關係 而被整合在一套很邏輯性的宇宙觀裡 這一點我應該下禮拜會再談 因為李維斯托會關心的是宇宙觀的問題 那我要談說其實圖騰的第一步 是告訴我們說宗教是集體的 宗教是社會的表征 那他接下來進一步要去談所謂知識的性質 然後所謂社會跟個人的關係 那個就是比較稍微複雜的論述 我這裡先不談 可是美濃斯基他基本上是在跟圖騰對話 他認為宗教並不是集體 他雖然呈現出來是集體的實踐 可是美濃斯基認為宗教的來源 起源是來自於個人的需要 個人的生理跟心理的需要 這一點是他跟圖騰整個脈絡 就是在人類學社會學裡頭 其實圖騰站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是美濃斯基這一個論點 是跟圖騰很不一樣的地方 他認為宗教的起源是來自於個人的心理跟 生理的需要 譬如說他談成年禮 成年禮就是當人要開始轉化一個社會 開始要改變他的社會地位 他必須要透過儀式的過程 去改變那個生理跟心理的狀態 因為在過去 我們上禮拜有談到儀式 其實在過去就是部落社會 他認為他們的成年禮是會讓這一些 要步入成年的青少年 去跟部落中的神聖的知識或神聖的物 有所接觸有所了解 透過這個儀式 還有跟神聖知識或神聖物的連結 其實可以去改變那一個 就是參與儀式者的生理跟心理的狀態 所以他認為成年禮重要的是要去改變這一些 儀式參與者的生理心理狀態 讓他們做好要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準備 然後我們有談到說其實當代的成年禮 譬如說畢業 新生就學或者是當兵 你們其實可以去討論 那他也談到 就是他談的這一些人類學談了很多的儀式 就包括成年禮還有葬禮 他說葬禮其實也是因為你失去的一個親密 然後你有很多的心理狀態需要調適 尤其當使者 就一個人剛死亡之後 其實他作為一個 就是一個很 一個生命狀態的一個鍛鍊 其實一開始 使者可能是像鬼一樣 他可能是 就是介於一個非常模糊的狀態 然後會讓人恐懼害怕的 可是必須要透過葬禮的過程 才會把一個使者轉化成為主人 轉化成為可以去保佑他後代子孫的一個神靈 所以他說透過葬禮 其實可以讓個人去調適他的心理 然後也可以讓這個使者 這個靈魂的性質產生改變 他從一個大家不大能夠確定他性質的狀態 轉化成為一個具有保護力的一個神靈 然後婚禮他就談說婚禮就是一個繁殖的需要 這是他其實跟整個土耳幹學派非常不一樣的論述 他強調個人的生理跟心理的需要 可是因為他基本上 討論到這裡 他其實沒有進一步像Moss去談人觀一樣 去討論說可是每個文化的那一個 生理跟心理的狀態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Mennowski 因為他就在這裡打住 所以他的那個影響力其實就有受到限制 不過他還是在人類學裡頭是一個很重要的大師 因為他開啟了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的重要性 他開始提倡人類學要做田野工作 而且他因為田野工作留下來的民族制 都是後來的學者可以進一步 在他的民族制基礎之上去發展的 譬如說Moss也去發展 然後甚至他巫術科學宗教 其實也被後來很多學者進一步的討論 然後他比較有趣的去談巫術科學跟宗教的關係 他談說巫術 巫術其實是透過不斷重複的一些聲音 或者是咒語或者是動作 然後來保證某一些事情的效力 他認為巫術是一種米科學 就是巫術是一種要達到目的的手段 其實他跟科學有一些共同類似的地方 他們都是要透過一些動作 語言甚至神話 神話可以確保巫術的效力 然後巫術裡頭可能會去操弄某一些物質 然後不斷去重複一些聲音 或者是念誦一些咒語 就是透過各種的對於聲音物質 咒語的一些實踐 其實是要去控制未知的自然 他是要去達到某一些目的的手段 他說某一些面向 其實巫術跟科學是很類似的 他們都是在面對不確定的情境 然後想要 巫術是想要透過各種的物質的操弄 各種的聲音跟語言 然後他背後這一些巫術 其實都一定有他神話的一些論述 就巫術透過這一些聲音咒語 或者是物質的操弄 其實是想要在不確定的情境之下 就是要在不確定的情境之下 可以去達到某一些目的 所以他說其實巫術跟科學 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都是有明確的目的 都是要達到目的的手段 然後他們有他的原創體系 因為是要在不確定的情境之下 開始去發展一些方式 來掌握某一些不確定的情境 他認為巫術是一種擬科學 可是巫術跟科學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他認為科學是 立居於日常生活的正規的普遍經驗 巫術是立居於情緒狀態的特殊經驗 然後他對科學 就是 Menoski 他對科學有下列的界定 就在我們上傳的文章裡頭 你們可以再參考 他認為科學是一套科學 跟概念是以經驗作為基礎 而且經得起實驗的驗證跟理性的批判 還有科學的態度 科學是一種求知的渴望 然後科學基本上是推進的 批判的更新的建造的 他認為從這一些面向來看 其實 Primitive 都是有所謂的科學 譬如說他們我剛談的原意跟造船 其實有經驗的基礎 也經得起實驗的驗證 甚至他們也想要非常渴望的想要去瞭解 跟掌握自然的環境 只是就所謂的批判性跟新性 這一個面向而言 其實剛剛所談的原意跟造船 其實可能不完全是具有批判性跟更新性的 可是美諾斯基還基本上要談說 如果我們用這個方式來界定科學的話 其實當地人或許也沒有我們當代所謂的法律 沒有我們當代所謂的國家 這是我們其實清楚的第一個禮拜就在談 其實他們有另外一套他們去界定法律 界定秩序的方式 不過美諾斯基就是他認為說 其實從這一些面向來看 其實當地人都是 因為他是在跟當時的西方人做對話 所以說其實當地人都是合乎理性跟科學的 那其實這一點其實也引發就是 我最後放了一些當代對於科學是什麼的 一些科學史的科學哲學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學科的討論 包括醫學的討論 其實也都會重新再思考那科學是什麼 這個我等一下在最後再談 其實我這裡大概只是讓你們知道說 他怎麼樣去界定無數科學宗教 然後怎麼樣去談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然後他也認為巫術跟宗教其實也是有某一些連結 他們都是起源於情緒緊張中的情境 就是都是因為你在面對不確定的情境 然後可能透過巫術跟宗教想要去了解或控制 那不同的地方是巫術是因果的簡單的穩定的專家的 宗教是功能的複雜的創造的公眾的 他認為巫術本身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 所以這一個手段本身常常是清清楚楚乾乾脆脆 他就是有某一些咒語某一些聲音某一些物質的操作 可是宗教他基本上就是目的本身 宗教他就是揭示一套存在的意義 所以他本身就是目的 所以他並不會想要直接去操弄某一些物質或聲音來達到目的 就是他很簡單的對於巫術科學宗教做這樣子的區分 就是一個簡單的定義 可是再更複雜一點大家可以去想的當然是 其實在歷史的發展過程 巫術科學宗教的邊界有可能是在改變的 或者是對於不同的人而言 他也可能有不同的界定方式 或者是在不同情境我可以有不同的界定方式 譬如說當代有一些宗教 他也是會不斷透過一些聲音 透過物質想要達到某一些目的 在EP 的最後面其實我有放一些例子 大家可以重新來談什麼是巫術科學與宗教 譬如說我放了一些像風水 或者是占星 紫圍斗樹 或者是當代的氣功等等 大家都可以來討論一下巫術科學跟宗教之間的 那個 boundary 到底是什麼 我相信其實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 甚至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 就是那個 boundary 之間他不是完全 完全可以切得那麼清楚 其實還是可以有那個 boundary 之間 是可以有優異 或者是人可以有不同的界定方式 其實我們今天談的這幾個人 在傅大維老師有一本 STS 的多統建構 他有提到一個英國的愛丁堡學派 就是在談科學知識的社會學 Social knowledg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他簡稱為 SSK 那一個學派其實 就是都跟人類學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對話 所以我們今天所談的這一些人 都是那一個討論 SSK 科學知識的社會學那個學派會去討論的 所以我是想說我講完 EP 之後 再回過頭來談一些當代 STS 的討論 到目前為止 OK 就是我談完美典斯基 只是要 談美典斯基是讓你們知道說 一開始人類學的目的是在跟西方做對話 然後對於科學知識宗教有這樣的界定 然後也在告訴西方人說 其實所謂 primitiv 是有理性的 雖然他們都用 primitiv 這個 term 可是我們通常會 quote 起來 因為 primitiv 好像就是當時的一個用法 我相信沒有那麼多的價值判斷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整個自覺意識比較強 我們認為用 primitiv 不是很適合 所以我只是提醒同學 這個就是當時的用語 那我們現在比較可能用當地人這樣的語彙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 EP 的討論 你們可以看我們剛剛在談美典斯基 我們是談 magic 巫術 這裡我們要談 witchcraft witchcraft 就是這一本書叫 witchcraft oracle and magic 所以他要談的是巫術神域與魔法 這裡所談的巫術 其實性質有一點不一樣 EP 這裡要談的巫術是一個當地人解釋 為什麼不幸會發生在我的身上的方式 基本上 EP 他基本的認 跟當時的西方人的對話的方式是 其實當地人也是有一套所謂的實證的知識 可是他們要用 witchcraft 用巫術來解釋 為什麼不幸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所以是前提跟西方人不一樣 因為 witchcraft 他的前提是要解釋 為什麼不幸發生在我身上 而這一套解釋是跟所謂 理性實證科學的知識不相矛盾的 可是 EP 他又比 Menoski 又進一步 是他把 witchcraft 放在整個當地人的信仰體系中 來建構一個比較整體性的 對於當地人理性的了解 這 Menoski 沒有去做的 結果 EP 認為說 你要了解當地人的理性 他要談的是 Azanda 這一群 就是他們的地理位置在這裡 他說你要了解當地人的理性 你必須要進入當地人所有的信仰體系當中 就是包括巫術 神域 魔法 這一些體系當中 然後去了解這一些面向 如何構成一套整合的邏輯 他們的思考基本上是具有整合性的邏輯性的 只是他們有不同於西方的前提 他們要關心的是 不幸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他們要關心的 不是那個普遍性的科學的原理是什麼 而是要解釋為什麼不幸發生在我身上 所以 EP 對於當地人理性的討論 他基本上是要去談巫術 巫術神域魔法 如何構成一套一字性的信仰體系 然後他的論證是 其實當地人有不同於西方的前提 可是所有他們的思考方式都是合乎邏輯的 所以他是用這個方式來告訴西方人 其實當地人是合乎理性的 他第一點要談的是 其實巫術是Azenda解釋不幸的一套哲學 他解釋為何不幸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這個解釋是跟自然原因的解釋不相矛盾 譬如說他們知道火 火的特質就是會燃燒 這是火的實證的 他們對於火有很實證性的了解 可是他們要用巫術來解釋 那為什麼火會燒到我家 為什麼不是燒到別人的家 那一定是我被施了巫術 所以這一套巫術的解釋 跟自然原因的解釋是不相矛盾 是同時存在的 然後譬如說他們也知道白蟻 白蟻就是會鏽蝕那個木頭 這個是自然原因的解釋 他們知道木頭壞掉因為有白蟻 可是他們要用巫術來解釋 那為什麼剛好我坐在那個房屋下面 然後白蟻鏽蝕那個木頭 那個房屋倒塌的時候 剛好就壓到我身上 一定是我被施了巫術 所以就這個例子來看 他們知道白蟻會鏽蝕木頭 這是自然原因的解釋 可是他們用巫術來解釋 那為什麼就那麼倒楣 我剛好坐在那個房子下面 剛好我被壓到了 然後譬如說製作陶器 他們也有一套非常繁複製作陶器的知識 你要用什麼樣的水的比例 要什麼樣的溫度 然後要燒烤多久 他們有一套這樣的一個製作陶器的知識 可是如果一個老的製陶師 他遵守所有的禁忌來製陶 可是到最後陶器突然破損了 他們就認為說這個陶 因為那個老的製陶師 他本身就是技術非常豐富的人 可是他製作陶器還是會失敗 那就一定是他被施了巫術 可是如果是一個年輕的自豪師 根本技術就不是很好 那會破損是剛好而已 是正常的 就是他們這一些解釋 跟自然原因的解釋 是沒有衝突的 然後譬如說自殺 因為當地其實是一夫多妻 然後其實靈人之間或兄弟之間 都有一些緊張的關係 所以他們知道說其實人的 人處於一種情緒的緊張是正常的 其實他們接下來也會去談說 他們有一套去處理緊張的方式 你就會覺得他們真是很有智慧的人 他們可以用巫術來處理緊張 再等一下再談 他們說其實人有壓力心情不好 本來就是正常的 可是為什麼會搞到去自殺 他說一定就是被施了巫術 所以這一本書他的民族就非常豐富 他舉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譬如說你如果走在樹林中 你不小心會踢到石頭 他踢到石頭之後就會化膿受傷 那個是正常的 這是自然原因的解釋 可是如果我的腳受傷化膿 很久都沒有好 怎麼樣都好不起來 那就是我被施了巫術 這個就是他用了很多的例子來談 其實巫術的解釋跟自然原因的解釋 是不相矛盾的 然後接下來第二點 他第一點先去談 其實所有的信仰各個面向 是整合成為一套邏輯的體系 然後第二點去談說 其實當地人是去實踐信仰 而不是只是去思考他 怎麼說呢 其實每一個人對這個信仰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解釋 甚至有時候會有一些矛盾的時候 可是他們關心的是 在每一個情境之下 這一套知識 這一套巫術神域魔法 這一套整合性的知識 都可以提供解釋 而不會有矛盾 雖然你完全如果抽離出情境 從各種不同的脈絡不同的解釋 你好像會覺得他是矛盾 可是只要在那個當下 他可以解釋當下的那個情境 其實這個信仰本身就不矛盾 他說每一個人都可以 因為情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解釋 譬如說如果有一個A死掉的話 那個A的親人一定會解釋說 A是因為被失了無數而死掉 就他們不但能夠接受自己的親人 即使他可能年紀大了 好像就自然原因而言就會死掉 可是人還是很難去接受自己的親人的死亡 所以就用無數來解釋 如果A死掉 他的親人會認為說他被失了無數 可是如果之前有另外一個死者B B的親人就會認為說 A其實是對B 其實B是一個比較早期的死者 可是B的親人會認為說 A是對B失了無數 然後因為在B死亡的時候 他的親人會幫他舉辦一個魔法 就是來對抗那個無數 因為好像親人就覺得 一定要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才能夠讓自己心安 所以如果之前有一個死者B 他死亡之後 他的親人幫他做了魔法 然後做了魔法之後 親人比較心安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死者A 那個A的死亡 B的親人就會認為說 那個A一定是之前失魔法的人 因為他們的魔法而死掉 就是對一個死亡 其實每個人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解釋 最能夠安心的解釋 然後總是想要為死者做一些什麼 譬如說A的那個親人認為 他是被失了無數死掉 他們又會去幫他做魔法 來對抗這個無數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死亡 可能那個A的親人就會認為說 接下來那個C的死亡 一定是因為C是對A失了無數的人 OK嗎 他基本上要談說 其實無數就是每個人 對於不幸的情境的解釋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選擇 對自己而言最有利的解釋 雖然整體的看來 譬如說ABC這三個人的角色 你會覺得這些全是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 可是其實你如果放在每一個特殊的情境 你就不會認為他是矛盾的 然後第三點 就是他建立當地人思考合理性的 就是用三種方式 一個是信仰的各個部分是整合的 一個是其實當地每個人會在每個情境之下 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解釋 第三是即使可能有時候解釋會失敗 或者是信仰可能在實踐的過程中 他可能有一些失敗的例子 可是他們並不會妨礙到當地人 對這一套信仰的一個信 就是對這一整套觀念的信仰 譬如說如果有一個人死亡之後 他們當地人可能會舉行那個魔法 來對抗巫術 可是所謂的magic 有可能是會失敗 其實magic 被用得非常廣 我等一下會再談 譬如說magic 會用在 就是魔法會被用在狩獵生產 各種治病日常生活 或是農作物的一個成長過程 魔法會被應用的情境很廣 然後還有包括譬如說對於那一個巫術的反制 可是如果魔法失敗了 他們不會去質疑這個信仰本身 他們會用這個信仰的其他的因素來解釋 為什麼魔法會失敗 他們也會解釋說 因為在施行魔法的時候 又有其他witchcraft 的干擾 或在施行魔法的時候 沒有好好的遵守禁忌 所以才會導致魔法的失敗 所以他們對於任何的失敗情境 都還是可以用信仰的某個面向來做理解 所以任何的失敗的情境 並不會動搖到他們的信仰 然後譬如說他們知道 有些witch doctor 會騙人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被施了巫術 他可能去找那個巫衣來做反制的巫術 他們也知道有些巫衣會騙人 可是他們覺得 好 就是他們知道 是那個巫衣個人的問題 而不是那個信仰本身的問題 就是他們其實對各種失敗的情境 他們都還是可以訴諸信仰的解釋 來合法化這一套信仰 就EP 基本上是用上述三個面向 來證明Azenda 人思考的合理性 第一個就是他們有不懂於西方的前提 可是他們信仰的所有面向 是整合為一套邏輯的體系 第二點是每個人都在不同的情境 選擇對他最有利的解釋 所以貌勢可能會有一些矛盾的解釋 可是其實如果你放回每個情境 其實他並不矛盾 然後第三是他們當然知道 有一些失敗的情況 或有一些人會騙人 可是他們還是會用信仰的不同的面向 來解釋失敗 或者是就是並不會因此而動搖到他們的信仰 就是他用這三個面向來討論 當地人思考的合理性 然後我接下來其實是再更細一點 去談他每一個部分比較有趣的部分 那這裡我就會稍微快一點 這裡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進一步來談巫術 其實我剛剛有談他們是 用巫術觀念來解釋不幸的事件 然後這樣的解釋 跟實際經驗中歸納出來的 有關因果關係的解釋並不矛盾 然後有趣的是 其實他們對於巫術的解釋 並不是適用在所有的事情 有一些跟道德法律相違背的事情 他們不會用巫術來解釋 譬如說如果是通姦亂倫 或者是各種的觸犯禁忌的情況 他們就認為這個就是你沒有 就是你不能解釋說 因為你被施了巫術 所以會去做這一些違反法律的事情 這一些事情就是你就是違反法律 你就是觸犯禁忌的 不能夠用witchcraft來解釋 那當然那個觸犯者 他會有他自己的解釋 可是就一般人而言 其實不會用巫術來合法化 對於法律道德的一個觸犯行為 然後甚至很多失敗的情境 有一些人當事者就會認為說 是自己被施了巫術才會失敗 可是整個社會的公認就是 你為什麼會失敗 因為你的能力低下 你很懶惰 然後你不遵守禁忌 所以其實巫術並沒有辦法 去解釋所有的事件 就是對於道德法律的事情 對於個人能力 因為能力的低下 或者是懶惰所造成的失敗 其實就一般人而言 不完全會用巫術來解釋 雖然當事者都會盡量用巫術 來逃避自己的責任 然後他們其實是關心 就是他們對巫術的關心 是他在什麼樣的 就是在那個情境之下 他影響到我 所以我才會去找到底誰是的巫術 其實他們對於誰是巫術 這種普遍性的論述並沒有興趣 他們並不是要去找出這個社會中 到底誰是真正的巫術 他們要找的是在某一個情境之下 會對我失巫術的人 那他們有他們的找法 就是去找巫衣來找出那個失巫術的人 或者是用神域的方式來找 所以他們在找 就是誰可能對我失了巫術 一定是從對跟自己相親近的人來找 因為他們認為巫術其實有他空間的限制 所以在找失巫的人 他們一定會從自己 可能是那個部落中的人 甚至更親近的人中來找 譬如說妻子之間就有可能是失巫者 或者是鄰居之間朋友之間 因為有一些競爭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找那個可能失巫的人 其實並不是那種無限制的找 反而是從社會脈絡中 跟他們有密切接觸 有可能有緊張社會關係的人中來找 然後他們找的過程其實很有趣 他們其實找那個失巫者並不是要去 就是像那個獵巫一樣 就是把那個人給 就是用一個把什麼輿論責任去制裁那個人 其實他們找的過程 反而是一種緩解社會關係的方式 就是他們有一個德庫巴疑似 當一個人懷疑自己被失了巫術而生病的時候 他們會去找年齡比較大或者是更高位階人來做神譽 如果只是個人的事情 他們可能就找這個部落中年齡比較大人來做神譽 神譽就是要找出誰是失巫者 可是如果是部落中非常重大的事情 譬如說有跟嚴重的疾病或死亡相關 或觸犯禁忌等等相關的事情 就是如果是部落中比較重大的事情 他們可能就會找位階更高的親王來做神譽 那整個過程他不是在獵巫 不是要自那個人為死地 他們整個找尋的過程 我等一下讓同學看的是那個找尋的方式 如果就是他們基本上神譽有很多種方式 然後有一個方式叫做毒藥神譽 你們有人聽過嗎 毒藥神譽他就是那一個要做神譽的人 他找來了幾隻小雞 然後餵那個小雞有一種有毒性的植物 那個植物叫Benji 然後在餵的時候那一個做神譽的人 因為神譽就是要找出失巫者 然後那個做神譽的人在餵的時候 就會開始去問說 這一個疾病或是這一個重大的事件 是不是某某人引起的 如果是的話 可能這一隻小雞就會死掉 小雞很可憐 他旁邊就 我等一下給你們看 裡面就是旁邊有一堆小雞 然後那個舉行神譽的人 就開始為那個小雞這種含有毒藥的植物 然後就開始一個一個問 那如果說真的問對 找出那個失巫者 那個小雞就會死掉 等一下給你們看 那個小雞死掉之後 他們就認為說是找出了失巫的人 可是找出來之後 他們並不是去質問他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質問其實反而會破壞 會讓緊張的社會關係更加緊張 他們會用一種非常間接的方式 叫Dekuba 的方式 就是親王用神譽找到那個失巫者之後 他會派一個代理人拿著雞翅 去給那個被子控者 等一下讓你們看 那個被子控者 可能就是那個先生的另外一個老婆 然後那一個Dekuba 的方式 就是找到失巫者之後 親王代理人就拿著雞翅 去給那個被懷疑是失巫的人 然後那個失巫人 就要非常大方的表現 他一定要假裝不知道說 我居然失了這個巫術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一定是我的什麼spirit 在某一個我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去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他不會去否認 他絕對不會承認 他一定是非常訝異說 我怎麼可能是失巫者呢 然後他除了亞裔之外 他一定要表現得非常非常的謙和 然後要表現 他真的希望這一個受傷的人 這一個事件的當事人 可以趕快的好起來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 他可能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他必須要非常非常熱切的希望 可以好起來 然後要含了一口水之後噴出去 就表示說我最好最好的誠意 就是我奉上我最大的誠意 希望這一個受傷的人 或生病的人可以趕快好起來 就是The Kuba 可是當一個人 其實The Kuba 的方式 其實就是揭露那個緊張的社會關係 因為一個人會被子認為是巫術 可能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吝嗇 脾氣不好等等 有一些不好品性的人 或者是跟別人的關係是比較緊張的人 所以當他接到The Kuba 之後 接到雞翅之後 他就要反省說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引起人家的不滿 因為其實所有的神域 一定會從一些可能對象開始問 然後那個被找出是失誤者的人 就是那個可能的失誤者 他就必須要表達他最大的誠意 然後他就要反省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讓他成為一個被指控的人 所以這整個過程 其實是讓他們可以把社會的緊張 就是可以去處理社會緊張關係的方式 因為有時候我們無意之間 可能得罪了誰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並不知道 就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你可以去反省自己 是不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造成別人的壓力 然後就會開始收斂 就是他們認為所謂脾氣不好 容易嫉妒暴躁 或者是小氣的人 都是最有可能成為被指控是失誤的人 所以其實這個巫術的指控本身 其實就是一個去處理緊張社會關係的方式 就我覺得很有智慧 他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揭露那個社會關係的緊張 並且嘗試去處理這個社會關係的緊張 所以剛剛那個被指控是失誤的人 他其實在收到基石之後 他還要很感激 有這樣的一個提醒 讓他可以好好的去注意這些事情 所以有助於舒緩緊張的社會關係 所以剛剛談到巫術 其實仇恨會使人 仇恨的對象使用巫術 所以他們基本上認為巫術的信仰 因為你可能社會關係緊張 你可能會對別人有敵意 或會嫉妒別人小氣 你才會成為被指控是失誤的人 所以透過巫術的信仰 其實是一種克制邪惡念頭的一劑良藥 因為你暴露了壞脾氣 吝嗇或者是敵意 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然後他們問說巫師是自覺的行動者嗎 剛剛同學也在問 其實這個社會並沒有一個巫師 這樣的一個職業 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一個巫師 可是他們要找巫師的方式 是在每一個情境 當我受到任何的不幸的時候 我要去找出在這個情境之下 對我可能失誤的人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有可能是被指控的 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 就是一個專業的巫師 或者是也沒有人承認自己 就是一個自覺的巫師 所以當我在某一個情境被指控是失誤者的時候 我一定要極盡善意的表達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我的靈魂不知道做了什麼 我沒有辦法控制的事情 就我才有辦法被這個社會接受 所以他說其實他們在找巫師 是由那個當下的具體情境所決定 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有巫術 然後被指控人都會說是別人嫉妒我 才說我是巫師 或者是就是要表達自己的那一種無辜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道理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要了解的是 是不是有人在某個時候 某個情境對某一個人進行傷害 而不是是不是有一個專業化的巫師 可是剛剛有講到 在每個具體情境之中 每個人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因素來做解釋 那巫術其實他寫得非常厚 那幾個重要論點就是這個樣子 那個 Witchcraft 講完他要談巫衣就是 Witch Doctor 當有人被指控 就是當我生病 然後去找出失巫者 有時候我是去找長者或親王 來做神域來找出失巫者 然後有的時候我會去找 Witch Doctor 就是巫衣 巫衣他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有一種魔藥 那個魔藥可以幫巫衣去找出 到底誰是可能的失巫者 然後他會舉行一個儀式 那個儀式的過程就是整個展演的過程 好像就是在跟巫術對抗的過程 然後透過那個展演的過程 來治療那一個被失巫的人的疾病 所以他們 他這裡談到巫衣 他就開始談說 雖然他們有 Witchcraft 然後我們好像以為當地人 會活在一種緊張的情境當中 沒有他們非常的快樂 為什麼呢 他們就是非常熱觀開朗的民族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雖然有 Witchcraft 可是他們有很多可以跟 Witchcraft 對抗的方式 包括 Witch Doctor 包括 Magic 包括 Oracle 所以他們根本就活在一個非常自信的環境 反正巫術 Witchcraft 並不可怕 因為有這麼多的力量可以去對抗他 第一個他談 Witch Doctor 就是 Witch Doctor 他很特別 Witch Doctor 也是一個好的魔法師 就他有各式各樣的魔法 然後他可以用他所有的魔藥 去找出那一個可能的失巫者 就是魔藥本身是有自覺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有意識的行動者 然後這個魔藥可以幫助 Witch Doctor 去找出可能的失巫者 然後找出來之後 Witch Doctor 就開始做儀式 然後整個儀式的過程 好像就是在跟 Witchcraft 對抗的過程 所以因為他們有足夠 可以跟 Witchcraft 對抗的方式 所以當地人就是非常的樂觀開朗 就是他們沒有必要對巫術恐懼 他們透過神域跟魔法來控制他 可是 Witch Doctor 他要找那個可能的失巫者 一定是他對於當地所有的各種非常流短 各種緊張的社會關係都有了解 所以他一定也會從這一些 他所了解的一些我們講的 Gossip 就是對於那個社會的相關的嘗試裡頭 去找那個失巫者 其實我有一篇文章也是在談 泰雅跟泰魯格的致病儀式 我再把它上傳好了 其實那個致病儀式 治療的疾病非常非常的多 有一種就是治療那個黑烏 那個我有時間在談 然後他們認為 就是烏衣能夠成功是因為他揭示的 就是那個詢問者所希望的 那烏衣 Witch Doctor 有一個很重要的知識 就是對於植物魔藥的知識 他要不斷地去採集各種的草藥 其實這一個所謂非西方社會的人 對於植物的知識到現在都還是 就是所謂的西方醫學非常重視的 因為有一些植物其實是可以開發成為 譬如說治療 HIV 治療白血病的藥 其實這些植物的知識是非常豐富的 而且也因為這一些植物 去尋找這些植物的過程 其實促進了各個族群之間的互動 這裡談說 Witch Doctor 是有魔藥的 然後魔藥可以幫助巫醫看見巫術 那他們對於巫術的 對巫醫的信奉的態度也會因人而異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有一些 Witch Doctor 會騙人 可是並不妨礙他們 對於 Witch Doctor 這一套知識的信仰 甚至有時候有一些有錢 有能力的人他們去找 Witch Doctor 是因為要表示自己的能力 因為要找巫醫來治病 其實所費不支 就是要有各種的職務的 就是巫醫必須要提供各種的職務的知識 然後各種藥來找出 Witchcraft 然後還要有一個很盛大的儀式 所以有時候去找 Witch Doctor 來治病 其實是那一個當事者要 呈現他的社會地位跟他的能力 因為可以找 Witch Doctor 來做儀式 就是一個社會地位的肯定 然後他認為一個公開的降神會 能夠提高舉辦者的社會聲望 然後在降神會中巫醫可以通過 跳舞跟巫師跟 Witchcraft 搏鬥 巫醫的每個動作每個手勢 每個看起來很奇怪的一些表情 都顯示他們是在跟 Witchcraft 搏鬥 那這是巫醫的部分 那神域的部分 我剛剛有談的毒藥神域 可是他們除了毒藥神域之外 還有很多的神域 包括百蚁神域 三棍神域 摩擦木板神域 然後對於那種非常嚴重的事情 譬如說死亡 通姦 這一些嚴重的事情 他們一定會去找親王來做毒藥神域 就是他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團結 然後造成社會動盪的事情 會去找親王來做毒藥神域 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有一些 他自己可以操弄的神域 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是他們的可能的神域 這個叫做白蚁神域 這個是三棍神域 這個是摩擦木板神域 白蚁神域就是他會把兩個木頭 插在晚上的時候去插在 可能白蚁出沒的一個草叢裡 然後他在插的時候就會問說 譬如說我今天要不要遠行 如果可以遠行的話 我一根木頭就被白蚁鎖住 然後不要遠行的話 另外一個木頭被白蚁鎖住 所以這是每個人都可以操作的 其實就是一個他們可以 用這一些各種不同的神域 來幫助他們 對日常生活所有事件來做決定 然後白蚁神域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操作 然後我隔天 就是我在放這兩個木頭的時候 我就問說 到底要不要做哪個決定 如果做哪個決定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這是白蚁神域 然後三棍神域也是 就是三根木頭疊在一起 然後也問說我要不要遠行 如果要的話可能木頭就散開 不要的話木頭就不要散開 就不只是遠行的事情 包括譬如說你要不要換職業 各種日常生活的事情都可以問 然後這個是非常有趣的摩擦木板神域 你看他的構造就是有一個卡榫 然後卡在一起 然後他說其實當地的成年男子 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個摩擦木板神域 因為他們要做所有的決定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摩擦木板來問 就是他們會摩擦這一個卡榫 然後問的時候 如果他運行得非常順利 就表示我要做 然後運行得不順利 就表示我不要去做 然後他就說其實當地人 你如果沒有辦法從神域的角度 來理解當地人的行為 你是完全覺得當地人是 他是無可理解的 那EP 就分享他很多的日常生活的事情 譬如說他問他的房東 要不要去參加某一個party 房東跟他說不要 結果到了那個時候 房東就出現了 然後可能出現沒多久又消失了 他說他們行為有一些不可測性 是因為他隨時在用摩擦木板神域在問 可能摩擦木板神域告訴他說 你可以去 可是你不可以告訴任何人 所以他就跟EP 講說他沒有要去 他就默默地出現了 或者是跟他講說那你什麼時候要離開 他說你如果沒有從神域的角度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當地人的行為邏輯 所以這個非常好玩 然後我覺得神域其實某個面向 也提供當地人一種 就是對於不確定的事情的處理方式 其實提供一些穩定的心理素質 所以他們可以非常的快樂 然後他說其實神域背後也有一套社會關係在運作 其實整個 Witchcraft Oracle 背後都有社會關係在運作 因為 Witchcraft 一定就是 從你自己身邊有緊張關係的人開始找 然後神域也是 就是親王的神域一定 就是神域位階最高的是毒藥神域 就是神域的那個位階 其實是跟性別年齡都有關係 地位性別年齡都有關係 譬如說有地位的人才可能用毒藥神域 然後可能那個摩擦木板神域 是成年男子都會戴的 然後白羽神域可能就是女子會比較常使用的 他說其實這一些儀式的實踐方式 就是這一些信仰背後 其實都隱含著一套社會關係 就是他說親王的神域 是用來處理部落中的重要事情 然後國王的神域是最終的權威 然後他們對於任何可能的失敗 也不會動搖他們的信仰 譬如說假設神域失敗了 他們就認為說是在那個執行的過程中 他沒有遵守禁忌 那個執行者沒有遵守禁忌 所以如果缺乏信仰的支持 譬如說禁忌的支持 其實剛剛看到的那些具有毒性的植物 他就只是白色的粉末 就他其實每一個階段 都是在相互牽合成為一套整合的系統 然後最後他還會談一個 magic 就是所謂的魔法 他們日常生活中也有非常多的魔法 要狩獵生產 然後農作物或者是身體的健康 其實都有各種好的魔法 來協助所有的人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好的魔法 叫做妖術 然後其實當地人 他其實透過魔法要談的是一套社會變遷的過程 其實過去誰擁有魔法 其實一定也會跟性別年齡有關 譬如說witch doctor 一定擁有某一些魔藥 然後他會實踐某一些魔法 可是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因為西方的醫藥草藥什麼開始進入 所以也打破了當地原有的社會地位 或者是性別的區分 就過去的魔法一定是某一些魔法 是某一個年齡某個社會地位 或某個性別人所擁有的 可是當西方有新的魔法 就是新的各種西方的醫療知識 或者是草藥進入的時候 開始有所謂新的魔法會社 這個新的魔法會社 是一個社會變遷的指標 因為他已經打破過去性別年齡跟地位的區別 所以他開始在談當代的社會變遷 就是他透過一個物 透過這個信仰去談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社會變遷的過程 那他基本上這一個研究在人類學裡頭 當然很重要的就是對於非西方社會理性的討論 相信他們有不同於西方的前提 可是基本上信仰的各個面向是整合為一個系統 是合乎理性的 而且甚至他們透過信仰可以去處理各種緊張的社會關係 然後信仰背後隱含了各種社會的分類 所以他談宗教 雖然他是在談 做intellectualist 他在談的是理性的問題 可是他也把年齡性別地位的高低 跟 witchcraft 結合來看 然後還有剛剛談的 當新的魔法被引入的時候 開始有一個新的會設 就是一個社會變遷的指標 所以他基本上認為 宗教跟社會是不同的類別 可是是可以相互支持的 就是他對於宗教跟社會的看法 那基本上對於這一個一批著作的討論 基本上就是他是向西方人展現 所謂 primitive 是可以被了解的 他用幾個論點來證明 Azenda 思考的合理性 就是他們有不同於西方的前提 可是推論方式是一樣的 信仰系統是一致的 信仰的矛盾在實際情境中並不存在 就是雖然每一個人對每個事件 都可以選擇對他而言最有利的解釋 可是好像你就把所有的解釋都放在一起 以為是矛盾 可是如果你放回每個情境 其實每個解釋都是不矛盾的 所以每個人就是選擇 對他而言最有利的解釋 可是他在人類學裡頭會被問的是 可是我們是不是真正了解當地人的理性 就是我在 syllabus 裡頭放了幾本 70 年代 80 年代對 rationality 的討論 都在問說其實是不是 就是合理性還是一套西方的思考方式 然後人類學告訴西方人 當地人是合乎理性的 一定是跟當時的西方社會在做對話 可是人類學其實就是非常非常的自行力很強 我們不斷在問我們是不是真的了解當地人 所以也有一些人類學者 像做南美研究的一個overing 在我 syllabus 裡頭有放他的書 他就提出說其實在南美的很多儀式 譬如說我之前有提到亞黑的儀式 他們有一種叫那個死騰 亞黑那個就我們翻成死騰 他們有透過某一些職務 然後在儀式中人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官經驗 不同情緒經驗 他就以那個南美的例子來談說 其實這一些感官跟情緒經驗不是 就是你如果沒有參與儀式 你不見得可以了解 甚至參與儀式 你也不見得去了解 可以了解別人的感官經驗 他說有一些非常非常個人化的經驗 甚至裡頭有一些真實跟虛幻的結 就亞黑他基本上其實是一個很難講的 就是因為他到當代其實被太多的 可能中產階級知識粉絲 都被New Age 視為一個當代的儀式 可是在當地的文化脈絡中 其實他們基本上是認為每一個動物植物 甚至桌子筆都是有Spirit的 然後透過那個儀式的過程 他們是要跟不同的Spirit來做溝通 然後亞黑又很難講得清楚 是因為他基本上 他的整個儀式的過程就是你吃了之後 就是一開始你要做那個儀式 一定會先有一個進化的過程 然後那個進化的過程 就是吐了七魂八素了 因為他認為人的身體內部是骯髒的 然後必須要有一個潔淨的過程 然後就是經過潔淨之後 你再吃了那個植物 然後在那個植物 在你吃進去之後 你會開始產生一些幻象 然後那一些幻象 他們基本上認為說必須要有巫醫來帶領 去解釋說譬如說你可能會看到美洲報 你可能會看到各種的巨染 然後巫醫可以帶領著一個參與者 去經歷那一個死而復生的過程 就是他們認為說那個潔淨的過程是讓你死 然後透過潔淨再參與那個儀式的過程 是一個死而復生 重新經歷一個不同存在狀態的過程 然後我之前有跟同學講說 其實到當代他那個已經變成一個 非常New Age 的儀式 所以我沒有鼓勵同學去 因為我覺得中間是有 有很多很難以解釋的部分 可是我講這個例子是 其實Overling 就在問說 可是這裡頭所經歷的 這一些身心狀態的改變 不見得是西方的理性可以去了解的 所以這裡大家也帶出說 那我們到底可以了解到什麼程度 基本上我當然承認說人類學可以做的事 其實一門學科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 你這個學科的邊界到哪裡 你可以了解什麼不能了解什麼 然後有一些真的非常個人化的感官經驗 那個我覺得可能就是我們知識的限制了 雖然有一個叫Tosic 的一個人類學者 他有去寫了一篇 他有寫了一本書就在談這個儀式 可是他那一本書的寫法 他也不是特別在談個人的一些感官經驗 或是個人的幻象 他那本書反而是在談說 其實從殖民以來 南美的人經歷各種殖民的恐懼 不只是被殖民者恐懼 殖民者也很恐懼 因為他們完全不了解這一群他們自理的人 然後在面對恐懼的過程中 其實雙方都透過這個儀式的過程 來處理恐懼 然後中間其實有一些 他其實把這個儀式放回殖民 甚至當代的脈絡中來理解 那我基本上覺得一些個人感官經驗的差異性 真的不見得是人類學知識有辦法處理的 就是我要談說其實人類學大概不斷在跟西方對話 讓西方人去了解自己知識的限制 還有人類文化的豐富多樣性 這是我覺得人類學可以做的 然後至於這個知識的邊界到底可以處理到什麼情況 我覺得這也是人類學不斷在摸索的 可是人類學就是很意識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到底可以了解到什麼程度 那EP 的研究後來其實在人類學中被重讀 是因為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開始有 Witchcraft 重新被附贈的情況 那通常是當社會變遷的過程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可是又有很多不確定感的時候 這時候 Witchcraft 會開始重新被討論 就是開始有一些重新興起的情況 就在過去如果每個人的社會關係 社會角色都非常清楚的時候 Witchcraft 其實沒有被大量的實踐 或者是如果人跟人的關係 就是非常的疏遠 其實也不會有太多 Witchcraft 的指控 可是當社會變遷很多的角色開始改變 或者是關係更加的密切 可是不確定性更高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開始有一些 Witchcraft 的指控出現 你們可以看其實歷史上幾次的獵巫 大概都有這樣子一個社會變遷的脈絡 那就是我要談說 其實後來 Witchcraft 的討論還是會放回 所謂的整個社會變遷的脈絡中來理解 譬如說我自己在泰雅 其實我可以看一下 我那一篇致病儀式的文章其實在談說 其實致病儀式可以處理各式各樣的疾病 其中一個很重要是違反當地的疾病 就是觸犯當地的戒律的疾病 那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治病儀式絕對有他非常理性的面向 而且是實踐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域 可是有另外一種疾病 另外一種疾病 我們叫 Mahuni 就是比較類似黑屋 那個疾病 我其實也是比較把它放回社會變遷的脈絡 因為在我們大英溪那一邊 我們的中下游有一個部落被認為是有黑屋的 然後我們部落 我是在比較中上游的地方做田野 我們部落的人 每次我們從清朝末期 就要跟外界跟漢人 日本人從事交換 我們都不走大英溪下去 因為我們就有某一個部落是有 Mahuni 我不敢去 我們一定是翻山越嶺 到那個前山大湖那邊去做交換 然後因為我從小就開始 就是我開始做田野 我開始聽部落人在談那個 Mahuni 我們就盡量避免經過那個地方 然後後來我想要談那個 Mahuni 我是想要把它放回社會變遷的脈絡 其實比較受一批的影響 因為那個被認為是有黑屋的部落 其實是日本人最早進入社交換所的地方 所以我基本上就認為黑屋本身是不是一個 對於資本主義的理解 因為我們要治療那個黑屋的疾病就是 黑屋基本上就是 他只要對著你說你的眼睛很漂亮 你可能隔天的眼睛就會瞎掉之類的 遇到很多人很可怕 所以好就是我那個時候 我們還是想要去處理我們可以處理的問題 所以我就有一些假設 我就說黑屋是不是一個當地人 對於資本主義的理解 然後治療黑屋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在那個五結盲上面綁著一塊錢 然後找一個部落的勇者去大清早 還沒有人經過那個部落的時候 就到部落前面去砍那個五結盲 然後邊喊就邊罵那個馬虎妮說 這個人又沒有對你不好 你為什麼害他生病 然後就砍掉那個五結盲 結果打樣其實還滿凶悍的 然後因為他裡頭 一方面因為馬虎妮的那個部落 是日本人最早社交換所 就是最早帶入貨幣的部落 然後一方面因為治療過程裡頭 上面有綁一個貨幣 所以我一開始想要去假設 我的假設就是是不是馬虎妮是當地人 理解資本主義 然後嘗試解決資本主義的一種方式 就是透過疑似的方式 嘗試想要解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 然後我這裡是想要讓你們去 引發你們的興趣 就是這個是在 這一個報紙是在2009年的一個報紙 他有大概半夜的篇幅都在談當代的巫術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2007、2008的經濟 金融危機 然後引發大家很多不確定感 他就談說 當代就是巫術附贈的時代 然後他就談各式各樣的巫術 當然我覺得他對巫術的界定 有一點點廣 譬如說他認為沾心術 或者是認為就是有很多的 甚至還有一些 有一些人就是開始很公開的 譬如說他們用各種的草藥 然後用各種的物質 他們覺得是在淨化個人的內心 那這個能不能叫做巫術 我覺得是可以去談的 不過這一個報導 我只是要讓你們看一下說 其實巫術到當代並沒有真正的絕跡 他反而在面對不確定的情境的時候 其實人是可以用各式各樣對於物質 或者是聲音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一個操弄方式 來面對不確定的情境 譬如說我們 應該大家都會在那個電腦旁邊 放一包綠色乖乖 這個算不算 你們或許也可以談一下你們的一些經驗 我要談說其實巫術到現在 他並沒有完全 就是他不是完全 primitive 的思考方式 其實他在當代還是被實踐 就是我要談說其實前現代現代 或者是後現代中間沒有那麼截然的一個分歧 很多我們以為前現代的一些實踐 其實到當代都是 那我這裡也舉了一些例子 其實這一些例子要讓你們去想的是 巫術科學宗教的 boundary 到底是什麼 或許每一個人 每個文化會有不同的界定方式 譬如說占星 在座有沒有很多人 就是每一天一定要看一下那個什麼 我們同學有說每天一定要看一下 才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可是占星其實在過去 其實他本來就是一個觀察星象的知識 我相信他有一套非常科學的面向 只是當這一套星象的天文的知識 要開始跟個人的禍符結合 就有各種的詮釋 所以你可以看占星者 每個人詮釋都有一些不一樣 就是我認為 我基本上認為他本來是一套天文的知識 可是當他要來預測人事的各種的變遷 或者是人的命運的禍符的時候 我認為這裡就有很多詮釋的空間 甚至你們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然後風水 風水其實也是一套空間的知識 其實我在英國的時候 看到很多很多英文寫的風水書 他們認為風水是一種心理學 因為你就想你家裡前面 如果有一根電線桿就是不舒服 就是他們會用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風水 可是當代其實會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比如說什麼聚寶盆 或者是什麼各種什麼武帝錢 來改變風水 那這個算不算是操弄一些物質 或者是透過 他們有沒有用咒語我不知道 就是是不是也是要透過一些 對於物質的操弄來改變個人的命運 就是他是不是算巫術 這個我都沒有絕對的界定方式 我覺得你們可以去討論 就我相信他都有一套科學的理性的面向 可是他一定還有 因為要跟人的或服結合 還會有一套各種的多重的詮釋 或者是想要去改變的一些慾望 想要去改變各種個人命運的慾望 然後紫薇斗數現在還有人用嗎 然後因為我覺得紫薇斗數 我覺得基本上是一套非常結構性的知識 因為那個整個命盤對我而言 反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方式 就是他包括整個排法 然後各種不同的各種的什麼格局 什麼對我而言 我覺得那是一套非常結構性的知識 可是當我陪同學去做各種的 以前的同學就是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會找我 後來我才慢慢知道為什麼 我陪同學去做各種的 什麼紫薇斗數的算命的時候 我發覺那個差異是在於 其實那一套結構的知識 每一個算命者可能會給予不同的解釋 然後有一些比較想要賺錢就會說 你剛好這樣怎麼個不好法 所以要做法會 要買各種的什麼能量手環這一類的 然後我的習慣就是 雖然是一套結構 可是你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提供解釋 或者或許那一個算命師 他從某一個角度認為 你接下來會有一個大災惡 可是我可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可是還是有一些變化的可能 譬如說你可能會遇到貴人 就是每一個結構你都可以提供很多重的觀點 我用這些例子大概就是在談說 其實你都可以去談他有科學的面向 可是也有個人詮釋或者是想要嘗試去改變 未來的一些面向 然後氣功打坐 雅黑我剛剛有談 那這個其實我也是在告訴你們說 其實像氣功打坐雅黑 其實當代也有科學家想要去了解 就是我們對於科學是什麼 我們也是一個不斷在嘗試的一個階段 重新界定的過程 然後氣功你們知道嗎 我們台大就有老師在做研究 然後打坐我這裡舉的是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 勇給米周仁波切的名字 就他是一個 就他常常他很喜歡打坐 然後後來西方的 美國的一些實驗室就找他去實驗室 然後在他的打坐的時候 在他頭上貼了各種的什麼 測α波波、β波的各種的儀器 然後就發覺說他打坐的時候 好像是α波波就會非常非常的強 然後α波波就是帶給人平靜跟快樂的感受 我用這個例子是在談說 其實對於這一些我們過去很不了解的 過去科學也沒有辦法了解的這一些現象 其實科學也常是想要去了解 只是他到目前為止應該不是主流的科學 可是科學本來就是一個不斷 重新在面對不確定的一個過程 然後重點就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可以了解什麼不能了解什麼 然後亞黑也是 其實也是有美國的醫學 其實是要去研究亞黑裡頭的各種的藥效 可是這個我比較不敢講 因為我覺得 因為其實在當代的服用的過程 其實我有跟同學講 其實也造成了一些當地 有一些騙人的巫醫 然後有一些造成 造成一些問題的情況 所以這個其實我不敢講太多 我只要告訴你們說 其實這一些現象 對於科學、宗教跟巫術的boundary 其實都是可以去思考的 就是在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文化 甚至不同的人 如何去界定巫術科學與宗教 那接下來我要談一個 不大一樣的一個論點 叫Levi-Brew 就是我今天談的這幾個人 都是後來在英國所謂 科學知識的社會學這一個學派 愛丁堡學派都會去對話的 因為他們必須要透過人類學的知識 來跟西方什麼是科學來做對話 好 他是一個不大一樣的人士 其實當時的人類學是在告訴西方人 primitive 是合乎理性的 可是他有一個不大一樣的論點 所以他在當時那個時候 並沒有那麼受到重視 反而到了當代 因為我們重新在看 就是非西方思考的多樣性 他在當代又被重新 就被重新討論 因為他其實不是在告訴西方人 primitive 是合乎理性 他在告訴西方人 primitive 有一套不同於西方邏輯思考的思考方式 他們思考有獨特的性質 跟邏輯是不相干的 他那一套獨特的性質 他談說 primitive 的集體心靈是神秘的前邏輯的參與率 所謂的參與率是 他們對於客觀事件的認識 他們並沒有主體客體這樣子的二分 他們在看客觀的物的時候 其實這一些客觀的物也會有個人主觀的情感 或者是主體的性質 就是主客之間是相互滲透的 這個是他談的參與率 譬如說他們對於名字 對於影子 他們認為名字本身其實就是有個人的特質 然後甚至影子也是有個人的特質 或者是照片 所以他們都不會隨便去踏人家的影子 然後不會隨便去揭露個人的名字 他說其實所謂的參與率 就是他們關心事物內在的神秘特質 而不是邏輯的自信 所以他們不會去避免客觀的矛盾 就是說當一個人說他是鸚鵡的時候 他同時又是人又是鸚鵡 這跟亞里斯多德以來那套邏輯的論述不大一樣 因為亞里斯多德說你如果是A 就不可能是非A 可是他們同時是人 他同時又是人又不是人 所以這裡其實那一套邏輯是跟西方的邏輯 就是他們關心的並不是邏輯的一致性 而是他們有另外一套前邏輯 或者是參與率這樣的思考方式 強調主客之間相互滲透的特質 重要的是他們的思考方式是 具有主觀的情感特質 比如說名字 影子 他先接觸當地所謂 primitive 有一套不同的思考方式 其實他並沒有要去判斷 他到底是好或不好 只是因為在當時的脈絡之下 很容易被人家誤解為縮 那他們就是非理性的 所以在當時他沒有那麼受到重視 可是在當代因為我們重新在討論 我們重新在討論每個文化 有他很獨特的思考方式 甚至每個不同文化獨特的思考方式 都可以成為西方當代的養分 就當代社會的養分 所以他的東西會被重新拿出來討論 然後接下來他用了很多的例子來談說 他用語言跟數字來瞄 想要去證明當地人的參與率 就是他們的語言跟數字 其實都用非常非常 其實都不是客觀的 他們的語言其實區分是非常非常細膩的 然後他們的數字不是一個客觀的計量的方式 他們的數字他們用身體的每一個部分 來作為數字的表徵 譬如說 這個是我放的例子 這個你們看得清楚嗎 就是他們談走路有這麼多的語彙 各種不同形狀的走路 我覺得很厲害 各種不同的姿勢有不同的語彙 他本來是要 Left Blue 是要透過語言跟數字的討論 來談當地人是 就是來談所謂的參與率 談主客之間相互界定的特質 可是他在語言跟數字的描述 反而呈現的是當地人的思考 是非常非常細膩的 所以他語言跟數字的描述 其實並沒有真正像他所要證明的參與率那樣 證明到主體相互建構的這個過程 可是反而呈現當地人的思考的細膩 譬如說他們的語言可以這麼的細膩 然後譬如說他們對於數字的一個界定 其實他用了很多很多不同族群 其實大概都是很類似 就是他們用身體的某一個部分來指稱數字 Left Blue 本來要談是說 其實每一個數字 他都是跟某一些身體的特質結合 可是他並沒有真正談好其實這個數字 雖然他是用身體的某一個部分來做表徵 可是他並沒有真的論述 這個數字跟身體的某一些特質是相互結合的 可是他的這整個論述就讓我們知道 當地人的思考真的是非常的細膩 那真正他可以證明Law of Participation 就是參與率的部分 就是他從儀式的過程 譬如說他們在各種狩獵的儀式 生產的儀式 他們會有一些模擬狩獵成功 模擬生產成功的各種的 就是各種的語言咒語 或者是透過各種的物來確保 來期望整個活動的成功 他認為其實透過這一些 譬如說打獵的 或者是生產的儀式的實踐 其實透過這一些各種語言 或者是物的 或者是各種情境的模擬 可以確保 就是他們認為透過這一些模擬 可以確保這一些行動的成功 那其實這一些討論到當代重要的地方是 其實在所有的人的 那個情感的參與 能不能夠真的確保了某一些 行動的成功 其實是當代在談的 就是這一些行動 本身因為有人的情感 因為有你的信心 所以或許他真的也發揮了某一些力量 就是他這一個部分 談Law of Participation 談得比較好 就是有談很多的行動 其實是有主觀情感的投入 到這裡OK嗎 然後最後他要談的是 其實這個Law of Participation 到當代也非常重要 因為到了當代 我們所有情感的追求 我們所有知識的追求 也有情感的基礎 所以他認為其實這個也是人跟人 就是不同文化之間可以相互理解 當代人為什麼可以理解所謂的非西方社會 是因為我們其實還是有一些共同的特質 譬如說即使是在西方社會 其實Law of Participation 其實也還是在運作 我們所謂我們以為是客觀的知識 其實中間也不免有個人的情感 或者是這個客觀的知識也成為 每個人當你接受了某一套知識 也成為你一套看待世界的方式 其實這也是某種程度的 主體跟客體相互建構的過程 因為我最可以講就是人類學 當你唸進去 它絕對成為一個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它絕對不是一套客觀的知識 然後我等一下要舉了一些 對於科學的討論 其實認為科學也不完全是那麼客觀的 它中間其實各種不同點半競爭的時候 其實你要選擇哪一套哪一個點半 感中也有你客觀的情感 然後也有背後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競爭 這個是科學史自己的人在講的 不是我自己講的 不過它基本上的特色是 它告訴我們 其實人本來就有不同的思考方式 就是主體跟客體相互建構的過程 或者是知識本身 跟人的情感之間相互交織 這個本來就是人類社會非常重要的動力 我們不要以為這只有primitive 才有 其實這是當代很重要的一個資產吧 到這裡ok嗎 那當然它的整個理論在當時沒有那麼受到重視 是因為當時在西方的演化論的主流之下 其實人類學 人類學就是一定都是在跟主流做對話 好嗎 那本內學其實透過Melnowski 透過EP 其實都是在告訴西方人說 那一套演化論對於primitive 的看法是有問題的 可是Levy-Buller 的討論 雖然它沒有做任何的價值判斷 可是比較容易被當時的主流認為說 primitive 就是比較非理性的 所以它在當時其實沒有受到那麼多的重視 可是我認為有一點不公平 因為它談的那個Low participation 本來就不只是所謂primitive 有的 它最後其實要談的是我們當代社會 也有這樣子的一套主客相互建構的一套知識的性質 然後它在人類學裡頭會被引發的批評是 它其實強調的是宗教層面的 儀式層面的參與率 可是它忽略其實當地人在日常生活層面 也是有一套理性跟實證的知識 就像Menosky 跟EP 所講的 所以它反而是在人類學的脈絡裡頭 會引發一些討論就是 它其實忽略了各種世俗層面的材料 它談的都比較是宗教跟武術的面向 譬如說 然後甚至它也忽略了反正 譬如說很多的primitive 他們並沒有害怕椅子被踩 也沒有害怕造像 所以還是必須要放回那個文化脈絡裡頭 來看這一些物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今天這樣子的討論 其實大概就是要告訴你們 其實人類學一方面在跟西方對話 然後告訴西方人說 其實所謂primitive 他們有很多套不同的知識 譬如說Menosky 他在談當地人的生殖知識 他們完全知道 你要生育一定要有某一些 就是所謂機械的過程 可是當你完成某一些過程 譬如說一定要有性交 然後一定要有某一些的過程 才可能生育 他們完全知道 可是如果你遵守了這一些過程 然後還是沒辦法生育 他們才會訴諸於那一個 比較宗教的解釋 所以我其實整個在談的就是 其實從Menosky 到EP 他們都在強調 其實當地人思考的多樣性 他們同時具有巫術科學跟宗教的知識 而不應該只是一抹一個面向 把他們放回一個演化論的 一個比較低階的發展階段 這是人類學在做的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Level要告訴我們的是 除了所謂的理性科學 其實主客相互的建構 或者是對於知識的情感的同路 其實雖然Level談的比較多的是Primitiv 可是其實到當代其實是同樣重要的 那其實反而透過這個過程 可以讓我們來反思很多的當代的知識 就我今天大概要講的是到這裡 然後我最後放了幾本書 是因為我想說這裡很多的 理工英農的同學 可能會對科學是什麼 是有興趣的 所以我放了一本科學哲學 是陳瑞琳老師寫的 是陳瑞琳老師嗎 他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導論書 他就談說從二十世紀開始 從邏輯時政論或邏輯經驗論 然後到 Karl Popper 談的否證論 然後一直到一個很大的變遷 就是孔恩談的科學革命的結構 其實對於科學有一個很大的 對於科學是什麼有一個很大的反思 因為庫恩基本上在談的是說 科學裡頭各種不同的典範的競爭 然後這一些 當然他有談一套這個典範競爭的一些過程 我今天沒有辦法談 可是他要談的是說 其實在典範競爭過程中 每一個典範背後其實也會牽涉到 個人的興趣價值或者是背後的一些 各種不同力量的競爭 他其實有一些哪一個典範能不能夠成功 其實有不完全是那麼科學的面向 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之後 其實這一本書就是談之後的很多的發展 尤其是STS 或者是我剛剛談的愛丁堡學派 就是SSK的研究 其實SSK的研究 就跟我們今天所談的這幾個學者 都有很豐富的對話 我覺得這一本書我還滿推薦 你們要去談 就是要去討論科學是什麼 可以放回一個這樣子的脈絡來看 其實科學它絕對有很多不同的力量 不只是一個實驗室的面向 而且它裡頭有談到那個 就愛丁堡學派裡頭有一本書叫做 從利維談到空氣胖盆 他就在談 Hobes 你知道嗎 他就是談社會區域論的 然後空氣胖盆是波爾在談的 他說其實這兩個典範對於什麼 是科學是有競爭的 一個Hobes 他是透過一個社會演化的方式 就一個比較社會學的演繹的方式在談科學 然後波爾是透過所謂實驗室的方式 在談科學 然後這兩個典範在競爭的過程中 後來波爾贏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把科學界定為 在實驗室裡頭 你去操弄某一些的變相 然後達到可預測性可驗證性的過程 叫做科學 它其實有一套這樣子的一個 對於科學的 就是科學被界定為科學的一個過程 比較社會面向的一個思考 然後他也有談到 我其實覺得這裡的東西還滿精采的 他有談到當代很流行的 你們有聽過行動者網絡嗎 就是行動者網絡也是 STS STS 你們知道吧 有兩個說法 一個說法是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然後另外一個說法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就 STS 其實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他們有不同的著重的面向 可是比較關於科學的社會的面向 然後這一本書裡頭 也有對於 STS 後來跟 SSK 的一些對話 就是你們有聽過 Latour 嗎 我以為念科學的人會比較了解 這個是當代很多的不同學科的人 其實都在用的所謂行動者網絡 這一本書我覺得很好玩的 就是很有趣的一本書 叫巴斯德的實驗室 因為現在就是台灣很多學科在談 我覺得你們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也是一本很好的故事 他真的很會講故事 他在談的就是人跟非人 不斷互動的一個網絡 微生物是非人 可是他本身是有他的 agency 他本身是有他的主體性的 他說其實整個巴斯德的實驗室 是怎麼樣透過微生物 把所有各種不同的力量匯整起來 包括巴斯德 包括衛生學家 醫生 然後畜牧業者 還有啤酒業者 就是這個微生物 他其實是一個可以匯整各種不同力量的 一個非人的行動者 那他談說其實在這一些人跟非人的 網絡建構過程中 其實所謂的社會 他認為並沒有本質上的主體客體 或者是本質上的社會自然 反而是在這個網絡的互動過程中 才建構起什麼是社會 什麼是自然 什麼是主體 什麼是客體 我覺得是一個還滿好聽的故事 他說其實透過這一個微生物 他其實怎麼樣去匯整各種不同的力量 而且每個力量都以巴斯德作為他們的代表 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然後他這一個 反正這個著作現在在台灣還滿紅的 然後這一個著作其實在科學哲學 還有STS 裡頭的一些文章 也都有跟他對話 有一些人並不完全同意 認為說可能達托爾的研究忽略了 可能社會中本來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行動者 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甚至中間有一些競爭性矛盾性的過程 然後在巴斯德實驗室裡頭 可能並沒有 這本書裡頭沒有看到 就是其他可能這一些文章裡頭 對他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可是他在台灣真的當代還滿紅的 就是談那個人跟非人 或者是就是談那個行動者網絡 然後他有一本書就是我們從未現代過 其實有一點簡單 可是我覺得也是一個還滿好看的入門書 就是你們可以對於科學是什麼 或者是現代是什麼 可以有一些不大一樣的視野 這個就是我覺得科學哲學 是一個還不錯的導論書 然後這個是傅大維老師 STS 的多重建構 他認為台灣談 STS 可能有一些特別的 興趣的選擇 可是他認為 STS 其實必須要回到 我剛剛談的愛丁堡學派 就是 SSK 的討論 就是同立維碳 那個整個書名是立維碳與空氣Pump 你們可以看一下書名 他要做的是一個 STS 的一個 比較系譜學的討論 就是他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師承 然後 STS 內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別 然後中間怎麼樣互相對話 我覺得也是還不錯的一個 可以提供同學去思考的一本書 可是這本書太厚了 我沒有辦法帶來 所以我今天提供的是我覺得都還 就是你如果對於科學宗教巫術的關係 或者是對於科學是什麼 它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被我們界定為當代我們所相信的科學 我覺得這是還滿好的入門書 就是我覺得這一門課大家可以做的就是 讓同學開展一些不同的視野 然後接下來的那個視野的推廣 其實就是要看你們自己 然後 STS 這兩本選集就是 談科技可望社會跟科技可望性別 他就是收錄了一些 STS 相關的一些文章 然後裡頭有一些對於 有一些醫學的文章 然後也有一些譬如 醫學文章有趣的 他談說那個醫生的角色其實在改變 從過去的醫病關係的密切性 到當代很相信所謂的實驗室 用各種的儀器來做診療 甚至到當代的 AI 我們透過 AI 要去判斷 來幫助醫生來判斷疾病 其實這裡頭有一些 其實也是醫學 怎麼樣去界定醫學的一個過程 然後科技可望性別 這裡會去談一些譬如說 為什麼母親的角色 就是母子的在生產 為什麼母親的角色被界定為要哺乳 然後要育兒 甚至育兒就是一個 你要有各種的心理學的知識 社會學的知識 什麼營養學的知識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一個 你要學習非常多的各種的知識 為什麼育兒後來成為一個這麼專業的知識 甚至是由母親來承擔 我覺得這個都是對於一些當代社會現象 我覺得還不錯的思考 不過因為這一些討論 畢竟都還是西方的文章 所以我覺得對同學的幫助 是如果你們從這裡可以得到一些觀點 然後來跟台灣的例子來做一些結合